有的有的,他们在箱子里翻了翻却只找到了瓶装的菠萝皮,水已经被喝完了。 学神,饮料可以吧?这称呼已经有人叫过了,现在说出来也很自然。 可以。他接过饮料,看了一眼时间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,是真的有些渴了。 魏无羡正好也到了,刚打开车门跟他的同学们打个招呼,蓝忘机突然软绵绵地朝他倒了下来。 蓝湛,怎么了怎么了?他们也紧张起来。 魏无羡让人靠在他的臂弯上,摸了摸他的额头和脖子,都没有什么特别的。 我来之前,他在做什么?没什么呀,我们在一起等家长。 然后,学神说他口渴了,就喝了这个。 答话的同学,立马把地上的菠萝皮拿起来。 饮料?魏无羡皱眉,也没空想那么多了麻烦帮我开一下车门谢谢,饮料也给我,我拿去做化验。 哦,好好。 他过去帮魏无羡拉开车门。 魏无羡把人放进去,系好安全带,才接过饮料,对他道谢。 你们乖乖在这等家长来接,不要乱跑。 没事的,我带他去医院看看。 好的,叔叔。 他点了点头,没有再多说,启动车子一踩油门,直奔医院而去。 心急如焚,一边开车时不时地去看看副驾驶的人,好在对方并没有难受的表情。 蓝忘机慢慢地醒来,转头看到魏无羡的时候,疑惑了一下,眼睫眨了眨喊道,爸爸。 是小时候软软的语气,慢吞吞的。 魏无羡吓了一跳,你怎么样? 刚刚是怎么了? 怎么了? 他慢吞吞地反问。 你突然晕过去了,是不是不舒服? 他找了个能停车的地方,停了下来问。 是吗? 还是慢吞吞地。 魏无羡急他慢,一瞬间居然出现了蓝忘机在杠他的错觉。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? 感觉口渴。 他伸手去抓后座的水。 蓝忘机一下就把那瓶菠萝皮打开了没喝完,不能浪费。 直接喝了。 哎,我要拿去检测的。 好喝。 蓝忘机把瓶盖拧回去,魏无羡还想跟他说话。 他头一歪,又睡了过去。 这是什么循环? 他更急了,确定是这饮料的问题,立马往医院去。 蓝忘机又醒了,问他要去啊。 去医院。 来来回回的,他都要得心脏病了。 不想去。 魏无羡觉得这个语气像在撒娇,安抚到你不舒服,去做个检查。 我要回家写作业。 作业明天再写。 我回家做晚饭。 晚饭去外面吃。 他头一转,不理人了,用后脑勺对着人,气呼呼的。 魏无羡没察觉到,很快就到了。 温情也大概知道他的情况已经等着了。 快下车。 魏无羡道。 蓝忘机晃了晃脑袋问道,要去哪? 魏无羡更慌了。 这该不会是间歇性失忆吧。 饮料被送去检查,人立刻被他拉到温情那去。 好,你好好休息,批架跟我说一声就行。 这事又怎么了? 温情听到人昏过去就下来等着,怕魏无羡一个人弄不过来。 刚刚昏过去两次,还完全没记忆。 间歇性失忆。 温情也这样猜测。 蓝忘机抿唇摇头,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和不一样。 温情带着人做了各项检查,都没发现什么问题,唯一残留的成分是酒精,那瓶饮料检查着也没什么问题。 所以是喝醉了。 温情,嗯吧。 魏无羡松了一口气,好气又好笑,谈了蓝忘机脑门一下,你真是,你也别太反应过度了。 这都是小事,你要是这个阵仗再来两回我在医院就出名了。 温情无奈得很,你是没看到他刚刚那样子,我刚下车就到我身上了,喝了一口之后歪头又晕了,中米药都没那么快的,喝了居然还断片。 蓝忘机被他说得很不好意思,脸热地攥着袖口不吭声,你以后除了在家都不准碰有酒精的东西。 嗯,乖乖点头。 喝了酒,居然还要做饭写作业,出息的你。 还好不是发酒疯。 别说了。 行行行,不说了。 此时放松,感觉后背都汗湿了。 依旧耽误了温情的下班时间,这次是他选的吃的,吃完各回各家。 蓝忘机回到家,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画本打开,看着很满意。 回复了班里同学的关心,之后又出去了几次,是不同的地方,总算把那个画本填满。 魏无羡有老父亲的欣慰,孩子终于愿意走出家门,独立成长,他也能单飞了。 江城踢了踢他过段时间生日了,要不去外头玩个把星期。 也行啊。 他躺在聂怀桑家的沙发上,昏昏欲睡。 那我订票了哈。 聂怀桑立马接着道,趁着魏无羡还迷糊着立马就订了三张票,也不提醒他别的。 他在沙发上睡了过去,压根不知道票买了这回事。 生日在周一,周末没什么事情,蓝忘机也在家,下楼到一半,手机就响了。 怎么了?你收拾好了没啊魏哥,信息都不回复,下午要登机了。 登机?他和楼下在摆盘的蓝忘机突然顿住动作。 对啊,你是不是忘了?你生日,我们说好要出去放松放松的,我昨晚还给你发短信了。 其实不是昨晚,还是凌晨三点发的,为的就是不让魏无羡有时间和他吵。 他是不和魏无羡吵,蓝忘机和魏无羡估估计要吵起来了。 魏无羡挂了电话,走到餐桌前,就对上蓝忘机沉沉的眼睛,立马举起双手投降不关我的事,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平日里票订得多了,记录都有彼此的身份证,买票分分钟的事情。 你要去吗?票都订了。 就是你想去。 蓝忘机笃订道。 魏无羡叹气,用勺子搅了搅舟后天可是我生日,你得在家过。 他的手交叠在桌子上,严肃道。 我也就养你,才一直在家里过生日,爸爸老了,没几年可完了。 话里话外,都是去订了。 蓝忘机不高兴,就这么看着他,魏无羡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喝粥。 他跟蓝忘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人。 魏无羡喝了半碗粥,抬头再看他,就看到他的眼睛通红眼见着要落下泪来。 他见到魏无羡终于看他后,狠狠地扭过头眨了眨,执拗到我要去。 去去去,收拾东西去。 人都骂了。 他点开聂怀桑给他发的航班信息,好在还有时间,马上订了同一航班的头等舱。 拿着在蓝忘机面前晃了晃,对方才愿意上楼去收拾。 生怕被骗似的。 魏无羡出差的时间也不少, 之前出差还会把蓝忘机送回主宅,把人吓得以为要被丢了。 鼓着脸掉眼泪,看得脏色心疼死了。 算着魏无羡到酒店就赶紧打视频电话。 他收拾起来很利落,衣服可以在外面买,身份证,电脑平板,收拾好再去看小孩收拾好墨。